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什么主题你都谈 就你一个人 经济的 体育的 甭管什么话题都这么说 我就搞不懂了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我个人的说法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你说你什么都不懂 你瞎蒙是何吗 我个人的说法 其实看我节目时间长的朋友知道 我一直引述一个说法 今天地球上的一切 我们人中的一切 都建立在人的基础上 中国的传统文化 修炼的文化 我能理解的 就是在人的基础上认识生命 人单一的层面 我们先是看到 认识生命 那就是立体的 包括我们看得见的肉身和包括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那我自己能学到的 就是说 去试图在人的基础上认识生命的概念 那试图在人的基础上认识生命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有它生命背后的原因 那你自然就能说了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巴拿马文件的消息来源 收入不平等是泄密的动机 泄密的人没说 泄密动机都有了 泄露巴拿马文件的消息来源说 收入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之一 强调各国必须要更加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啊 猴子理论 丛林法则 对不对 我吃了别人是我有本事啊 所以在你网络上看到一些打人的内容啊 侮辱他人的内容 那是本事 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那比原始森林还厉害 那叫丛林法则 胜者王后败者扣吗 你想想 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平稳的社会 那向公众公布巴拿马文件的几天前 消息来源给德国报纸 南德一志报和国际记者调查联盟一份长达1800字的声明 并说明泄露巴拿马文件的动机 银行 金融监管机构 税务部门未能发挥作用 他们做的决定宽恕了富人 但却控制中间和低收入公民 那泄露文件的人 那你可想而知恐怕是这家公司内部的人 而这家公司内部的人看着老板这么挣钱 心里实在过不去 太不忍心了 太不忍心了 这就非常有可能 所以那他不是用中文写的 他没说用中文写的 那他是不是用德文写的 因为写给了德国媒体 那也说不好 通常是英文的 那理由是这么个理由 美国东部下令时星期一的下午两点钟 那国际记者联盟向公众公布了可以查询的数据 那数据详细列明36万6千人 同30万家离岸公司之间的关系 他说你会看到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正式的所有人 而这些信息从来没有公布过 我们认为有关公司的所有人的信息 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 完了 没有评论 所以恨人有笑人无 这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 而冯赛卡律师行在中国的业务是他主要的业务 而他过去十几年来 主要是从中国那赚了钱 而巴拿马文件的出现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提到过 我说那他会出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主政者 那会利用巴拿马文件打击他党内的所有的对手 对吧 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那不对呀 那习近平家里也有人在名单上的 中国的制度造成 中共的制度造成 没错 我家里有人在这名单上 但我今天不理他 我就打你 有人说你不讲道理 那中国有道理 共产党有道理吗 对吧 他如果党性与人性对立了 他怎么叫有道理呢 有朋友说那你这么解释的话 这话就不讲理了 共产党一定死在共产党自己的制度下 自己的政策下 自己的手段下 自己的名义下 这个圈能化圆了 枪手必死在枪下 朋友 很多朋友认可这句话 那共产党不死在共产党制度下吗 共产党就是不讲理 那今天主政的人他就正招了 我就非弄死你 你儿子在上头 他说不对 你姐夫在上头 那没关系 你是直系亲属 我姐夫外星人 怎么着吧你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看冯小刚那老炮 现在王岐山 习近平就是跟老炮一样 第一轮大砍刀就这个了 就这个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不这个 你跟他那个 你砍他脑袋 他砍他脑袋 所以非得弄那个什么 北大的清华去分析 你不用 现在都是玩脑袋 所以你敢拿他姐夫 就是巴拿马文件当中说 习近平的姐夫也在名三在上 所以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威胁他 你不威胁他 你星期一死 你一威胁他 星期六晚上你脑袋就掉下来 谁都不接受被别人威胁 特别是当他拥有权力的时候 这同样是人的正常心理 对不对 新子龄 军事出版社的前社长大孝 他自己讲 习近平要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必须先解决江泽民 曾庆红的问题 这里他主要提到了一个概念 江泽民 曾庆红运用体制反水 进行反扑 所以习近平只能打碎党国体制 方可推行体制改革 先解决曾庆红 江泽民 我一直强调 在我的眼睛里 在共产党存在下 没有改革的概念 等江泽民 曾庆红真的挂起来的时候 那你就看到是共产党 与他们之间就像狼狈为奸一样的 共生在一起的 所以他根本拆不开的 欣子凌在接受希望真生记者采访时 记者问是不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欣子凌认为 大家老是对政治体制改革 卖不开步 感到不满意 认为习近平胆子小 不敢干 他自己想怎么样 其实不是 江泽民这个大老虎在这里蹲着 他不把他解决了 你根本就改不动 他们得把江泽民 曾庆红的问题解决了 树倒胡孙散 没有他们两个作为核心 其他人就抱不成团 这欣子凌先生的说法 我跟大家讲过 2015年中秋节之前后 不把江泽民挂起来 是习近平的错误 所以从2015年中秋节之后到现在 他出现了不顺手 也没死多少人 对不对 反腐也没力度 也人心只是往下走 就是他没挂起江泽民 曾庆红 但对整个体制中层官员 进行了强力的压力的时候 就变成了人们为出于自己的利益 那与习近平之间和王岐山之间出现了冲突 这就叫体制反水 因为十八大的江泽民的获胜的一个客观结果 在党中央还存在时 在党中央跟国家政体还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自然会出现这种利用制度反水 三月份出现了两封叫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 那四月初江泽民提出来说 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其实就要利用那两封信 要利用体制把习近平干了 我就跟大家讲过 他必须在政治局有策动 就可以做成当初胡耀邦被拿下时的故事 那习近平不干 不给他机会开 就这么回事 而新子凌在接受看中国记者采访时也提到 目前中共中央委员80%以上的子女 都在美国欧洲定居 包括他们的夫人 委员们大多都是裸官 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开会投票 担心会对习近平不利 甚至他们会发动会场政变 那这些中央委员要真要投票的话 那80%是贪官 他是拥护习近平呢 还是拥护江泽民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过 党的18大党的系统 是江泽民获胜的系统 在习近平2015年之前 2016年之前 整个反腐的过程中 并没有触动这个现成的系统 但是在进行整个体制 从军队的体制变化中 却触动了这些官 所以你才看到 习近平在党校的讲话 在相应的一些针对中共体制内部的讲话中 以极其文革的语言 在打杀着这些党员 而同时他在非常巧妙 甚密的在把国家跟党剥离开 军队改成五大战区 美国式的做法 他成为总指挥 人说了他怎么什么都在他手里头 他必须是成为总指挥 他建立起来的是系统 国家的系统要摧毁掉党中央的系统 他必须有这个系统 才能代替到那个系统 他在成为总指挥的概念中 剥离中国共产党的系统 在军队当中的作用 然后剥离党的系统 在国家宪政国家体系中的 这样的官位和权利 这是他必须做到 当他做到之后 80%的贪官失去了真实的权利 所以在新子凌的眼睛里认为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召开十九大难免有危险 如果不采取措施 不扭转这个劣势的话 不把江泽民曾庆红办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开十九大 肯定他们会在会场上闹事的 那我跟大家说过一概念 对吧 十九大没了 党不存在 党跟国家的权力剥离了 十九大 你开吗 两码事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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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